中国民企发射全球首枚液氢甲烷火箭 马斯克痛失一局 惊喜还在后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田绍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前一阵风光八面 装载有33台猛禽液氢甲烷发动机的新舰 首飞虽然失败 但是仍然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一大进步 要知道这是全球首次液氢甲烷运载火箭的入轨测试 虽败犹荣 但是估计马斯克都未料到 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第一 被中国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拿下了 2023年7月12日 朱雀2号 摇二液氧甲烷运载火箭 在中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此次蓝舰航天公司发射的朱雀二号摇二火箭 是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 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液氧甲烷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 公开的数据显示 该型运载火箭为两极构型 起飞重量219吨 起飞推力达到268吨 500公里高度的太阳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 可以达到4吨左右 也就是说这种火箭本身已经具备了承担商业卫星发射任务的能力 而且运载能力相当强悍 液氧甲烷是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燃料之一 液氧就是液化的氧气 而甲烷就是我们常用的天然气 非常容易获取 而且价格低廉 朱雀二号的真正创新之处 就是采用了液氧甲烷发动机 具有无毒环保 高可靠 高性能 低成本 可重复使用等特点 它代表了航天运载火箭技术的发展方向 液氧甲烷在燃烧完之后 其积碳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能够减少发动机重复使用时的清洗工作 进一步降低使用成本 从性能上看 液氧甲烷推进剂的比冲较高 用于大储存火箭 有利于提高整体的综合性能 用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后 能够全面的展示其战略价值 如果这种运载火箭可以重复性使用 那么就能够全面的展示其战略价值 朱雀二号摇二 液氧甲烷运载火箭 目前还不是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目前还不能说它可以发挥液氧甲烷火箭的优势 此次试验的真正意义在未来 也就是等到中国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投入使用 那么它将使回收和再次发射的使用成本更低 而较低的发射成本 又有助于中国的地月空间经济开发战略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朱雀二号 摇二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成功入轨的战略价值 首先这是由一家民营企业完全自主研发的 新型火箭实现成功发射的第一次 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可能因此而走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现在是整个美国航天事业的支柱 其创新能力是非常强的 中国现在的航天事业目前还是以国家行为为主 未来有可能走上国营和民营企业相辅相成的道路 可以极大的发挥民营企业的灵活性 具有相当高的战略意义 第二液氧甲烷运载火箭的试验成功 为中国可重复使用的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从整个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角度来看 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液氧甲烷和液氧煤油运载火箭的燃料更加廉价 又没有太多的积碳 这对于发展新型的天地往返运载火箭 就是一种比较完美的燃料 液氧甲烷运载火箭的成熟 还能为中国建造大型空间站打下基础 包括未来建立月球基地 也离不开一款更加廉价的天地往返的运输工具 第三 这项技术将推动中国卫星发射的白策化 为打造中国的金链系统电竞基础 马斯克旗下的公司正试图利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 登陆火星 不过这可能只是一个噱头 其实 这项技术一旦成熟用于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那么其直接后果就是卫星发射的成本白策化 它更适合用于打造中国版的星链系统 用于在国际市场上承接各类卫星和其他载核 能卷死美国公司的卫星发射服务 总体而言 周期二号 摇二叶阳甲烷运载火箭入轨 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又一大壮举 是中国发展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关键一步 也是中国民营企业进军航天市场的标志性事件 未来的全球商业航天发射市场将迎来中国民企的搅局者 中国的企业一旦掌握了低成本发射卫星的技术 那么更多的惊喜还在后面